从童话幻境到星空宇宙 许可云用压克力和油彩画出家的念想 从小对绘画情有独钟的许可云 在学生时期不乏担任学艺鼓掌并参与艺文活动 从此以艺术创作为人生目标努力前进 许可云的作品中都有房屋的身影 这些在台湾大小城镇巷弄中 常见的骑楼与独栋房屋 是许可云在异地对于家乡的念想与寄托 在台南读书时 总是骑着机车在市中心穿梭 拍摄并记录房屋 他将夹盖的铁皮 锈拾了栏杆、铁窗、剥落的墙面等元素 置入作品中 像是述说着童年屏东老家的记忆 在画作中建造独自的秘密基地 对他来说 在城市里 房子不只是现实里的物质 在生命记忆里 房子被探索为更真实的心灵象征 一开始追求压克力的快速创作 至今转换梅材为油彩 以成叠的色彩增加画面的层次 使宇宙系列的星空更加幽暗深远 研究所开始的童话系列创作 使用棉亮的色彩营造出粉嫩梦幻的画面 许可寅将家的形象 融合城市建筑意象 从甜美梦幻到充满星空的宇宙 对家的念想 跃然于创作中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在这边 谢谢观看